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个去闪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最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有个宜英港人 说这个中佬已经接近50岁 四捨五入 就当他是50 话说已经在英国拯开了他的新生活 大概一年半左右 分享自己觉得这段时间来说最难最难的就是找功难 这个找功难已经是很多人都这么说过 那你就去骑牛找马 找着一些最低工资他先做 他就希望进入自己的老本行 他也说自己在香港做IT Admin 好听点就叫做IT Admin 坏点说句就是叫做IT狗 整只狗一样 叫你去左就去左 叫你去右去右那种 我之前也在节目中提过 我很小时候也曾经书奇功做过IT狗 我还很记得就是要帮别人的那个 换线线 是 做一些线线 那些OL就坐在自己的那张石字桌 你走开才可以让我捐入桌底 他有缩线他就不断地移开自己一点点 就是离开桌底 我唯有是怎样呢 我心想你不动了 我唯有也要捐入桌底 捐啊 接着就看看那个镇线的插座 接着可能拧开那个盖 不知道你怎样在那里又要搏一条镇线还是怎样 那种感觉也觉得自己挺狗的 好像捐入一个洞里 捐入一条镇线 就像接着声音那样 在隔壁的身边 那你就走开 他觉得自己很漂亮 脚有黑丝 你觉得你不喜欢我的人在你的脚附近 要么整个走开 要么再把椅子摄跄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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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跄 这是一件事先 如果你到50岁人 你还会继续做些捐桌底 在这博拳线 或者突然上不了网 打过电话来抵抗 接着又要叫你的那些 我自己觉得有点难堪 不知台外怎么看 我觉得是 当然是难堪 如果你一百年多 还在做些人家暑期工作 那是否有点疑 阻止那些年青人 这些工作不是你这么老一辈 有工作经验的人做的 但是有時候人的際遇是很難說的 去到50歲都要做IT9都是一種無奈 搞笑了什麼呢 原來這個阿叔其實他在香港的時候 都是在做類似的事情 我給你一計 45歲左右都是在香港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憑著這方面那麼出色的技能 去到英國都希望可以找回這種工作 黃天不負有心人在大英帝國底下 他終於可以找回這種IT Admin 挺精彩的 他是寄了532封CV出去 要不需要500多封CV找一份工作 果然是有行心 他的意思就是說用了9個月的時間才能找到 我覺得你500多封真的很瘋 很誇張的 不過我相信他在找工作之前 根本不知道英國的工作環境 和英國人有什麼要求 他就是邊找工作邊學 慢慢去修正自己的CV 而且透過找工作的時候 也累積不少的找工作經驗 到差不多寄過500多封CV之後 最終都被他成功獲得一份工作 我也認為是令人鼓舞的結果 我不明白有什麼自豪可以放上網再分享 究竟你想嚇人 還是想告訴別人是鐵柱磨成針 兩樣都是 他的意思就是叫大家不要放棄 一天還沒搞到要回流 一天也有希望 精彩之處是什麼呢 他的學歷 就是二十多年前的工業學院畢業 他說聲明 二十多年前 是沒有Degree 只有Certificate 意思是告訴你 是的 我沒有Degree 那又怎樣 我在香港做得怎樣 去到英國一定可以 我真的覺得到最後可以 他最恐怖的地方是什麼 這一節我們希望是要警醒 一些以為自己在香港做IT 不是啊 我應該比他厲害 比他厲害 比他年輕 沒理由我不行吧 他又行 他有一個盲點 他說Cert和Degree 他覺得都是用來通過初步篩選 他說他見過十多份工作 都問有沒有問Degree 還是什麼呢 也沒有問他讀什麼 也沒有問他考什麼成績 也沒有吧 是的 他說其實他去到英國 也叫他隨便 考了兩張IT的Certificate 來襯托一下CV 他意思是 沒有Degree 那怎麼辦 叫大家不要灰心 你不是瘋了嗎 我也覺得他是瘋了 大家聽到我說了幾次 就是他的CV 他的履歷表 我在履歷表看到你是沒有Degree 難道還問你有沒有Degree 究竟是你白癡 還是你當我是白癡 你當人白癡 根本就是 我來到 每個人都沒有問我 有沒有學位 有沒有讀過大學 都沒有問 最重要是你什麼工作經驗 傻仔 聽說你才傻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他 最好當然是有大學的學歷 找回IT這些工作 就會比較好 很精彩 其實他為什麼超出了他的預期 老實說 在香港見這些IT Admin 俗稱叫IT9的工 我自己的印象 就不是那麼複雜 其實是看你 懂不懂最基本的 簡單維修 或者有些基礎知識 裝一下Window 或者設定一部機 或者看看伺服器 哪裏有什麼問題 跳了什麼ERROR的時候 就懂不懂 例如404是什麼 然後502是什麼 懂得這些 基本上都 雖不中亦不願意 唐彥你怎麼看 我也差不多 你說做IT9這些工作 其實都是 全部都是手掌眼見功夫 很多人都懂得做 也不需要 真的要有經驗 才可以處理得到 很多人就是 因為這些都是 算得上是雜工 根本很多人都不想煩 不想理會 就算我自己 我自己做事 遇到 收不到電郵 我都找個IT人 幫我看看 我當然肯定會搞 如果要我搞 但我不想浪費時間 不想煩 基本上IT的工作 IT admin的工作 就是雜工一樣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董事的話 我沒有理由 要我董事賺錢的時間 就是幫公司賺錢 或者經理也好 或者一些職位 在幫公司賺錢的時候 如果他花了些時間 在那裏搞什麼 電郵 搞什麼 認識電腦 再開過 其實他那個時間 是可以幫公司 再賺其他的錢 即是他賺回來的錢 是夠IT9 有餘 很多 所以 以公司的成本來計 是要找這些人回來 就像集工一樣 有時候可能要拔一下 盒子的電 然後什麼價錢 裝身機 換一些東西 設定寬頻 通常都是這樣的 老實說 為什麼他那麼失預算 和那麼懷疑人生 就是為什麼 不是吧 這些工作 都要我記成五百多份文件才能找到 兩個地方的要求都不同 當然 他試過要收拾很多次 很多次 他說每次嘗試加些東西 減些東西 然後嘗試改一些方式 例如要用英國本土的語法去寫 例如一張紙過 就不要寫到水蛇春那麼長 或者可能原來就說 英國就用某些系統去探索你那張CV 就不用讓人看一隻狗 逐樣逐樣截圖 還是怎樣 所以教大家怎樣寫那個cover letter 還是怎樣 他的學歷一般 也在香港就是小用英文 他後來怎樣可以成功找到工 某程度上他也是給錢 給錢是搞靚份CV 是不是這樣呢 沒錯 就是撿靚他 有些什麼位置 都要加回他 改一改他 別人就看得明白 究竟是不是他之前有好幾百份 寫完別人都不明白他寫什麼 那些機器探索的時候 探索不到你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英文的東西 很簡單 如果你是IT9的話 應該都對用網絡的東西 有些心得之 本來不需要給錢找人 看看自己的CV 對不對 在網上有很多工具 都可以整理一份CV 我覺得 但是他都花了錢 都叫做成功 最後找到工作 算他很幸運 他有教你 例如 例如工作市場的網絡 很多都是費用 例如 LINKIN 就會更容易找到你要的工 挺過癮的 他意思就是說 很多都是踢空氣的 都是沒有的 就算他用了LINKIN 都不是這樣就可以 要付加錢的服務才行 即是你用免費版就不行 他就會快些 給你看一些合適的工 讓你可以快些去應付 是這樣的嗎? 我沒有試過給錢 LINKIN 真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花錢 在他們那裡 LINKIN是什麼呢? 就好像一個找工作的社交媒體 他不僅是可以找工作之外 也是跟其他的同事可以保持聯絡 看到你近來的職業 現在在做什麼 或者你的資料方面 有沒有什麼新的證書 新的學歷 會更新的 你正在讀什麼 或者你近來在哪些公司 在做什麼 公司背景是什麼 就叫他容易去看 叫他收下風 大家出來吹吹水 都可以 不過我看到他很好笑 他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自豪 覺得自己 一個這樣的IT9的身份 就是覺得自己終於到了英國 又再做回IT9 又是認了我們之前說的那句 去到外國的地方 放個屁都香港人 就是在英國 他又覺得做IT9 都不是這麼久 是不是? 就是你們說是IT9 我想可能真的不是這麼久 因為始終都是兩地的工作文化 都有點差異 也不像在香港那種這麼競爭激烈的社會 應該就是我估計 應該在英國做IT9 就比香港更輕鬆 做IT9 就比一小時下班 就離開了 香港可能要加班也不一定 其中一個分別 不過他能夠可以 這麼有恆心的鐵柱磨成針的態度 都可以讓他找到一份工 我自己也認為 都是值得開心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 很大的成就呢? 在一個50歲的人來說 某某然去到英國 又可以找到一份工 都算是一個成就 是嗎? 現在還在教人怎麼做呢? 那天真是精彩 哇!多威! 我還在教你啊! 不要放棄 一定可以的 哇!挺瘋的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心態 不過呢 你說你能不能夠 這樣花九個月的時間 來慢慢找工作 也不知為甚麼 香港做到50歲的人 你就做完他 做到60多歲 70歲 他就退休就算了 你也要年過半百 去英國 去重新適應一個新的生活 可能對他個人來說 是有一定的挑戰性的 我自己就認為 沒有這樣的必要 也不代表著 去到英國就會賺更多的錢 不過為了自由空氣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而放棄香港的東西 沒有所謂 老實說 還有 你在香港做了這麼久 都是做IT狗 別介意我說一句 人工就不多了 你還要 存到那麼多錢 還要去到英國這樣磨 隨時一個麻煩 連你的老闆都花了 無論如何 希望祝他幸福 記住啊 千萬不要相信 以為這些例子 就能夠令到你容易 或者叫做增加了移民兼國的信心 其實這個例子是神經病的 是啊 你想做IT在這一行 除非你是要有特定的技能和專長 好像這些做IT admin的工作 每個大學生都懂得做 是可以隨時被人代替到未定 隨時被人換走的 不要你以為是這麼老定 你找到一份工作就可以安安樂樂 以後就拿著這份糧便過世 會這樣的 做可能做一兩年見 看你不相信 就找個理由耍你走 對不對 沒錯 好了 我們這次先說到這裡 千萬不要把這些反面的例子 當作正能量 謝謝大家 拜拜 好 拜拜